我只要牽扯到你這個部位 花錢短期債務低於一年的 我就跟你說 不要 惠民 呂部長 你就不要給我花錢 我調度給你 自己的錢就不用算利息 所以政府你有稅 債計的一個剩餘的時候 你就趕快去還債 一直去還債 所以蔡政府還得到多少 還得七千八百億 是這樣來 靠那個什麼 什麼債留徵孫 那你要計算給我看 對啊 國務院長 你要計算給我看哪一筆 哪一筆錢 我說明一下 像我們的國會議員王鴻威 找到一個資料 他說財政部的資料裡面 財政統計月報 到今年六月底的時候 我們未償還餘額是六兆五千億 那跟莊玉球委員講的不一樣 莊玉球委員講的是五兆八千億 可是六月底 政府的資料是六兆五千億 怎麼忽然間 財政部就定調說 只有新增四千億 所以數字我們當然會去質疑 我說來 原資 假設你現在有十億 你十億完以後 你會覺得說 我有幾個兄弟姐妹 我想創業 好 到銀行去貸款 六億下來 六十八 六十八 你說最高限額在那 是另六十八 你敢說 再留子孫 越言之 你怎麼可以把爸爸的土地 拿去借六億 他說 渡游 渡游 不能再進去 黑白港 最高限額六億 在那 不一定花那麼多 甚至有花了多少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我昨天不是要賺了一筆嗎 馬上就還給你 所以財務會有所調動 重点就是说 任何国家 任何的一个政府 所有的钱 没那里可以倡事 他们什么 什么你花了多少钱 可以藏起来 可以这样 哪怕老奖在执政的时候 几年的时候通过的总预算 然后监察院的决算是多少钱 国家的债务是多少 一笔都逃不掉 这个蔡英文总统说 有政府会还钱 当大家开始在打政府预算 尤其是国民党 这个民众拿开口 就说政府腐败无能 我们要下架这个无能的 民进党的时候 大家就思考说 民众做这七冬瓜 真的有这么厚吗 这么腐败无能 什么都不会民不聊生 什么通通都没有 要什么没有什么吗 这个大家就要去想 是不是真的是 蓝军打的这个样子 连侯友都说 说白菜味 民众不会紅 就开始酸菜政府了 然后这个蓝白都说 特别预算二点二招是赵 不是债留子孙 连孙子 真孙子都要承担这笔债务了 那到底民进党 你这个明明就是留很多的一大钱坑 给我们的真孙要还钱 就嘴巴说自己最会还钱 你们讲的那个 蔡政府每年增加的这个造物 债务只有四百多亿 你们做马英九 这个每一年增加债务到两千一百多 一千两千一百六十几亿 这些都是因为没有把特别预算 二点二兆放在里面 蓝军的打法是这样子 你们到底有把这个二点二兆放在里面算 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这一题完全都不用公 然后国民党你去看侯友宇的讲话 就是睁眼说瞎话 这个不只是债留子孙 还债留曾孙 讲这种话就失去了一个 我对他一个尊敬 就要参选总统的格调就不见了 柯P还算是 欧白说的 欧白说的 没错 然后柯P的 我先把比较两个人 柯P就比较聪明一点 柯P他就不敢这样讲 他就说你钱给我花到哪里去 你讲啊 他的讲法是什么 前占八千八百亿 你的防疫八千三百 他就讲八千四 然后你一个国王的战绩采购的 一共四千多 一共加一加之多少 是啊 加一加是两兆二 没有错 但重点就是说 我今天要特别举出来 就是说 台湾的民主政治以后 阿博白就撒多少 撒多少 两兆一 两兆一 然后阿扁执政了 你说债务 债务 就是这个超过一年的长期债 中央政府的一个债务 公共债务 没有去还的 就两兆一 二点一兆 然后阿扁 他到了二零零八年 交给马英九的时候 是三兆六 就三兆六 就是说我跟阿博白九 我都会两条银 我阿扁做八年之后 变三条银 那马英九交给蔡政府 就是105年5月20 就是2016年5月份的时候 是五兆三千九 我们算五兆四 到现在蔡英文干了七年 七年多了 是多少 是五兆八 你就说不出 说不出 你现在说没有 你们那个千战就八千八了 你没有算那两兆二 防疫就八千四了 还有国防要买战机的 就有四千多 那两兆二哪里去了 你藏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你是空虞 小的 可以当中的讨厌 总统政府把一条 说贵民我们不错 一百会给你 那一条算不太算 一百会可以宣传给什么人 立法院省政府要花任何预算 哪怕你很不喜欢的钱瞻 你要挡到国会来 国会你要花多少钱 第一个要先通过 至少表决嘛 花完了 年度要结束的时候 来决算报告 你把它花多少钱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监察院来做一个审计 所以我不晓得 国民党是故意在装傻 侯友宜怎么去讲那种话 这一张就是最有名的吧 大家常常在看财务 都会看这一张 看这一桶 这桶叫做什么 这桶 这桶就是说 每一个政府 你欠多少钱 都在这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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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这一桶里面 总预算你举债多少 你跑不掉 总预算你多少 你跑不掉 特别预算你举债多少 你也跑不掉 只是说到最后 你可以去还钱 蔡政府 他就是说你看 蔡政府在从二零一六 一百零五年上来 剩下五个半年多 计算的标准 就没有计算的一个基础 你看从一百零六年 他那个去举债的部分 有举债一笔八百三十亿的 接下来你看一百零七年 一百零八年 一百零九年 一百一十年 一百一十年 连续五年举债 零 零 都没借半个人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跟自己比 我也不要跟你马政府比 马政府你也不用去跟阿平比 我们去跟全世界 二十大工业国家来做比较 就G7 这些国家来看的话 国家的一个长期债务的话 你看不要跟日本比 日本那些人 大家都说他失落了三十年 他那个国债比里面长期债务他到百分之两百二十六 第一名 我们来看我们多少 我们倒数第三名 倒数第三 就是说我们的财务 我们一般政府负债比率 你看我们有够多的你知道吗 我们表现 只要买到没有一块好 二十大工业国里面 你看看我们比日本更好 比意大利 比美国 比加拿大英国 比这些国家都更好 你我就想都没有 我们再去把他看一看 就是说 自己负责 人家觉得自己在财务 你去看嘛 我们去看 你看目的嘛 大家看到的嘛 这个其实你用二零去年跟今年来看 国际上这些信贫组织 秘密 目的给我们是AA 惠誉给我们是 也是信用平等 也是AA 然后标准普尔 就在今年的给我们是AA加 IMD大家总知道了吧 国民党总很清楚了吧 六月二十号的事情而已 世界晋升力要去全球第六名 这会够 所以我们国民党总在想什么 我简单讲一个例子 大家一定很有感 马政府执政了八年以后 他当然马政府做得很辛苦 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政府来 都当然要让人民多一点幸福 那个时候 我们的GDP多少 你看看 我们国民所得多少 两万三美金对吧 现在多少 三万二 一个国家马政府 你在执政的时候 多了九千块 多九千 以前两万三 人出门 做总统 现在给你三万一 我们没有因此而自满 你去看看 一个国家你说你国力到底有多强 你说看这个国家的GDP到底有多少 就是说你产出有多少 包括这些劳务 你来看我们本地马政府的时候 你去注意看 你那时候是十七条 蔡英文他上台的时候 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曾经跟他讲说 我八年后要留给什么样的一个台湾 蔡英文现在我们的GDP是多少 二十二兆 马政府你交给蔡英文的时候是十七兆 蔡英文现在是二十二兆 所以你看看就是我们跟自己比 我们真的是有进步 而且国民党我觉得超级不用功 为什么我说他们超级不用功 就是说政务开的那一集 你像譬如说八千八百亿 那个不是前瞻基礎建设吗 重点是一到四期 立法院通过立法院委员准 你是你最高额度八千八 你就不是要把它开到好 那有时候是变成说内政部你欠钱 还是什么人欠钱 我国库超过一年要算理性 国库我也想说 不可以借 那这二十七兆 我这条钱拿去 这二十七兆 国库等下看你发债的时候 那个利息是多少 可是问题就是说 我只要牵扯到你这个部位花钱 短期债务低于一年的 我就跟你说 不 慧民 吕部长你就不要给我花钱 我调度给你 自己的钱就不用算利息 所以政府你有税 债务的税计的一个 一个剩余的时候 你就赶快去还债 一直去还债 所以蔡政府还多少 还了七千八百亿 是这样来 搞什么的 什么债务争孙 那你要计算给我看 对啊 国库长你要计算给我看 哪一笔 哪一笔钱 我说明一下 像我们的国会议员 王鸿威找到一个资料 他说 他说财政部的资料里面 财政统计月报 到今年六月底的时候 我们未偿还余额是六兆五千亿 那跟庄文学委员讲的不一样 庄文学委员讲的是五兆八千亿 可是六月底 政府的资料是六兆五千亿 怎么忽然间蔡政府定调说 只有新增四千亿 所以数字我们当然会去质疑 我说来 原资 假设你现在有十亿 你十亿完以后 你会觉得说 我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想创业 好 到银行去贷款 六亿下来 六十八 六十八你说 最高限额底 胜定六十八 你敢说 再留子孙 越言之 你怎么可以把爸爸的土地拿去借六亿 你说 点点 不要去欧白说 最高限额六亿 不一定要花那么多 甚至有花了多少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昨天不是要赚了一笔吗 马上就还给你 所以这财务会有所调动 重点就是说 任何国家 任何的一个政府 所有的钱 没有那里 可以借锁的 他们什么 什么你花了多少钱 可以藏起来 可以这样 哪怕老奖在执政的时候 几年的时候 通过的总预算 然后监察院的决算是多少钱 国家的债务是多少 一笔都逃不掉 总之这七年多以来 蔡英文总统还给国 帮国家还钱 还了七千八百亿 这是没有错的一个事实 再来听听 这个赖清德 他没有还钱 他新增债务也是四千多亿 所以他是有增加债务 他没有还钱 他弄了一个特别预算 那特别预算 你也是举债的 你们怎么又来 你有增加债务四千亿 怎么还钱 你越欠越多 怎么可能还钱 你怎么又来了 我没有 按照公共债务法 任何政府谁来执政 你至少 你要去还原来的钱 你就是要至少要还 我们就没有讲那么复杂 你有新增债务四千多亿 所以你就有借更多的钱 你回去问一下侯友宜 侯友宜你问他说 你今年还了多少 每一个 连县市政府规定 你都还要还借 你借新债还旧债 你借新债还旧债 你还是有多借钱 你实在是 你不能说我给我花张家借两万块 还将近一万块 我就说我还一万块好棒棒 你实际上是多借两万块 你实在是互到不败钱 106年你政府钱债是多少 你要编五%出来 我今年假设你像比如说 我在106年的时候 蔡政府就还了七百四十三亿 有没有 有 但是呢 你有没有举债的 有 你举债的部分 你说你总预算的部分举债 特别预算举债 不管你举债的多少 全部在这个桶子里面加起来 特别预算 假设你今天是举债了 今天是说五千亿好了 那总预算你举债了五千亿好了 加起来就是一兆 但重点就是说 我当年在收钱 我收钱收钱收钱 我就选 一直选 选到就像这个漏斗一样 它就一直掉一直掉 所以你会 水会慢慢变少 债务就会减少 是这样的概念好不好 可是你还在说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说 特别预算 你如果有借钱的话 那当然叫做举债 那你总预算有借钱的话 也叫做举债 两个就相加 对不对 问题是 我的总预算 我就没借房子里了 我水收又有春 有春我当年拿来选 就这么简单